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李文娟 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 为什么人家说吃在广州 无论是天上飞的 水里游的 地上爬的 广东人都能吃会吃 到底在广州的大餐厅 有多壮观呢 我们首先带您来到一家 开业14年 占地上千坪的酒楼 这里光是装潢就赤资了 两亿元新台币 而招牌菜脆皮叉烧 就在广州国际美食节 获得名牌美食的荣誉 说到吃苦耐劳 非广州的莫属 今天我们介绍一间店面 它从小间的大台档 延伸到有七间店面的大酒楼 而它幕后的灵魂人物 就是这位有25年 厨艺经验的韩伟辰 韩师傅 地道的粤菜味 哇 好美味的炸椒啊 哇 好美味的猪手啊 700瓶大的丙胜厨房 300多位师傅 一字排开 从双刀剁肉 快手切菜 带火爆炒 剁切炒炸 各司其职 呈现道道经典粤菜 最大特色就是花款多味道鲜 集合烧烂见长的光斧菜 海鲜出色的潮州菜 善于砂锅料理的客家菜 无论是天上飞 地上爬 水中游 样样皆能入菜 几身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粤菜 做法讲究破气火候 点菜绿区灌的海鲜 砂锅鲍鱼鸡 着重心中求仙 海鲜主角鲍鱼 选用四大海味之手 大脸的鲍鱼 另一个主角鸡肉 严选广东八大 又让击种海南文昌鸡 肉质鲜嫩 以煎煮取代过油 鲍鱼和鸡肉成本 超过一千五百元台币 它通常要煎到什么程度呢 九成 留一成就等于下在锅里 用连鲍鱼一起收汁的时候 刚刚好十成熟就行了 可是看起来好香 好想吃哦 好想吃啊 等一下 还吃一口好了 好烫 越菜强调清新 点缀上红绿彩椒青葱 砂锅鲍鱼土鸡豪华上桌 火候油温 恰到好处 海陆食材软滑入味 套具广东话来形容 豪卷 那个鲍鱼呢 它的香滑程度刚刚好 然后呢 很香的那个海鲜味了 嗯 然后那个鸡也非常的多汁 很香滑 我本人是最喜欢吃鲍鱼了 那我每次来都点这个菜 那我觉得它的味道是 非常的棒 鲍客战不绝口来自于传承十四年的好味道 一大配档起家的饼盛 从三十二瓶二十人的小店面 扩建到七间餐厅 远空人数突破上万 每天用餐人数更直逼上万人 想吃一顿还得排队等上半小时 成为广州人气最旺的酒家之一 到我们这里的话 吃饭要等味的 长的话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有一些客员呢 香港啊 北方的客员 特意坐飞机经过广州 来吃一顿粤菜才走的 它做的菜比较地道 有那个粤色的风格 我经常都会和朋友一起过来吃的 分店坐落于广州顶级商圈天河区 经历世界第一高塔 楼高600公尺的广州电视观光塔 地区时尚感浓烈 占地4400平的丙盛 赤资台币两亿元 打造成古代广州豪宅大院的风情 层面上一整排瓷器 让人仿佛置身在瓷器博物馆 其实这是店家从景德镇 用心挑选出来的 店家所费不菲哦 其他就是要让顾客感受到 豪门人家的大气和贵气 摆设集结各地精品 化工细腻的景德镇青花瓷 是明朝官耀瓷器 手工木雕天花板 花岗岩磨石地面 魁梧石师两旁坐镇 紫檀木雕刻桌椅 展现大户低调奢华的生活 华丽装潢少不了广东大菜烧腊来搭配 曾经在广州国际美食节 做得名牌食品的脆皮叉烧 就是特别香脆 考验师傅的功力 如果你是学哪一部分的肉啊 那个农家养的那种骨猪 黑毛猪来的 我又选猪的五花懒的部分的前段 前段你看它的肥油比较多 瘦油一部分 这样吃起来做起来的叉烧 吃起来的叉烧就很香 很胯口很润 五花肉条条串起 烤如酝酿烧辣美味 特别用炭火加持 增添迷人的炭香味 色如琥珀又似真金 肥肉呈现微微起泡 脾脆肉软 表里浓香 一刀切下传出卡滋声响 叉烧有多酥脆立刻分小 一口药下油脂流泻而出 清香扑鼻 满足挑剔味 最大的区别就是 那个叉烧特别 就是肥而不利 你放到口里 它就慢慢融化了 那种密集的伤味 慢慢地在吃 在口里口口里 这个叉烧 它是用那个木炭来烤成的 它入口之化 做到了那个伤味俱全 我每一次来 我都是点这个菜的 同样在广州国际美食节得奖的名菜 还有这一道合胃猪手 就如台湾的卤猪脚 肥瘦适中的土猪前腿 和增添层次口感的香料 热火为主 泵出会干滋味 基本上就酱油和那个调味料 还有这个香草就够了 还有这个高汤 其他的酱料都不用下去 其他调料都不用 因为为什么太多的话 这个味就很困足了 卤到透实绵密的猪脚 淋上卤汁 美味再升级 软嫩绵密 胶质丰富 唤其老饕记忆中的美味 这个猪手切进去的时候 它那个皮不很硬 你的时间刚刚好 它那个皮很有 味道不错 大旦顶级粤菜 当然别忘到珠江星辰走走 这栋楼高437公尺的广州西塔 是广州金融国际中心 而之后面这栋飞碟造型的 则是广州大剧院 建筑物极具现代 美食则是秉食传统 正代表着广州中西融合的新文化